在CBA第16轮的比赛中,北京首钢以3分分差不敌广煞男篮,终结了两连胜。 这场比赛两队各打了半场好球,广煞在上半场一度取得27分的领先, 不过随后北京首钢连续将分差缩小,并在末节比赛将比分反超。 虽然北京首钢最终没有能够逆转取胜, 但球员没有放弃的拼搏精神还是得到了很多球迷的支持的。 在这场比赛结束后,CBA公司目前公布了这场比赛的裁判报告, 从这份报告来看,北京首钢输的还是比较冤的,裁判的一次关键, 错判直接影响到了比赛的结果。 这次错判发生在比赛还剩下最后1分54秒的时候, 当时北京首钢已经完成了反超,孙明辉突破内线造成杀伤两罚权重, 帮助广煞以87比86领先。 下回合北京首钢进攻,刘晓宇持球推进到前场后,吉布森出来接球, 孙明辉紧紧贴防吉布森。 就在吉布森想要突破的时候,孙明辉下手切球, 不过并没有成功,直接切在了吉布森身上。 这个时候哨声响起,孙明辉也主动举手示意自己犯规。 不过让人没有想到的是,裁判却果断吹罚了吉布森进攻犯规, 球权回到了广下南篮这边,这明显就是一次错判。 如果这次吹罚正确的话,裁判应该是吹罚孙明辉犯规, 吉布森得到两次罚球的机会。 这场比赛吉布森可是失罚失重的命中率, 这两次罚球基本上会让北京首刚得到两分, 这样的话北京首刚就会再次将比分反超, 这肯定会对接下来的比赛进程有很大的影响的。 不过就是这次错判, 让北京首刚失去了再次反超比分的机会, 也直接影响到了比赛的最终结果。 其实在任何篮球比赛中, 错判和漏判都在所难免, 毕竟裁判也无法做到百分之百的正确。 但这次错判却有些离谱, 明明孙明辉已经举手失意自己犯规了, 但裁判却还是吹罚了吉布森进攻犯规, 对孙明辉的举手动作视而不见。 在CBA公司继续推出裁判报告之后, 本赛季已经多次出现关键时刻错判和漏判的情况了, 直接影响到了比赛的结果。 就比如广下南篮上一场对阵深圳南篮的比赛, 裁判最后时刻吹罚, 朱俊龙对布克的犯规也是错误的, 朱俊龙的动作并没有犯规。 那次广下南篮是吃亏的一方, 并最终以一分分差输掉了比赛。 在以后的CBA联赛中, 希望裁判在关键时刻的吹罚能够准确一点, 如果无法认定的话就去看录像回放, 球迷并不希望看到因为错判和漏判影响到比赛结果, 这对于拼搏了一整场比赛的球员来说是不公平的。